第十题又表为常见的离子之表示法 则下列物质的化学是何者正确 这是告诉我们正离子跟负离子结合的时候 总电量要相同,总价数要一样 所以第一个是氢氧化钾 钾是K正 氢氧根是OH负 正好就是一个配一个 所以它的化学是应该是KOH 所以选项A呢是错的 选项B硫酸氨 氨根是NH4正 带一个正电 硫酸根是SO4二负带两个负电 所以氨根要有两个硫酸根是一个 所以它的化学是NH4 瓜糊二SO4二负 所以呢选项B呢是错的 选项C 碳酸钾 钾离子是K正一个正电 碳酸根是CO3二负两个负电 所以要有两个钾离子 两个正离子 配一个负离子 所以它的化学是K2 CO3 所以选项C呢是对的 选项珠销酸鎂 我们的销酸根呢 是NO3负带一个负电 鎂是MG二正带两个正电 所以一个正离子要配两个负离子 那么我们的选项珠的数目是对的 但是呢 我们的金属要写在前面 酸根要写在后面 正离子要写在前面 负离子要写在后面 所以它的化学是MG 瓜乎NO3 瓜乎2 所以选项珠呢是错的 因此第十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物质的化学是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碳酸钾为K2CO3